过来 爆炸声狂炸 眼前一片火海 汹汹烈火 上万坪厂房内持续狂烧 石化工业设备全烧烂 毒气冲笔浓烟猛窜 温度飙高 空气稀薄 从高处看更惊悚 黑灰色浓烟爆冲上天 把橘红色晚霞染成深色 伴随火红色烈烟冲天 绵延数百公尺 附近民众全吓坏 就怕遭波及 陶渊市观音区一间造纸厂 16号傍晚传出火警 由于现场对方大量纸漆成品 半成品都是易燃物 火势相当猛烈 里面有一颗粽油 里面的储存量 大概还有6万公升 目前粽油潮湿又整个手柱 紧急救援好在无人受伤 记得刘志展王志文 李彩珊常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